2023台北馬拉松 即將在12月17號 盛大開跑 作為臺灣第一個 獲得英國標準協會認證 探足跡的賽事 這次主題是跑動台北 沒有藉口 希望透過賽事 揚成市民運動習慣 我們希望除了現在 有的經營標籤之外 未來我們希望能夠 跟這個國際的停進協會 爭取更高等級的 一個認證的賽事 讓台北馬拉松 除了是一個全國 一大的馬拉松盛事之外 也是處於國際指標性的 一個賽會 那我們的特色跟定位 其實除了專業之外 我們很重視的就是 環境永續 我們會透過每一年 以3%為減碳的目標 來持續的邁進 我們希望逐年 夠來提高這樣的比例 在2027年 可以將總減碳的量 提高到20%以上 今年為了增加賽事豐富度 打破只有全馬及半馬 兩種組別的雲有框架 首度在正式賽前一天 舉辦花了早餐跑的 三公里賽事 今年參考了國際的一些 頂級賽事的做法 我們希望讓一些過去 可能比較不常參加 馬拉松的民眾 他可以在參加之前 不要有這麼大的壓力 同時能夠鼓勵 全家大小 一起來感受 國際賽事的氛圍 所以我們特別 這次在12月16號 也就是在我們馬拉松 這個賽事的前一天 舉辦那個歡樂早餐跑 台北馬因為都在年底舉辦 因此有馬拉松期末口的稱號 作為跑者們年度檢測 幾日期已經開放報名 邀請民眾共享盛舉 國際台採訪報導 怎麼會 開動時